恒大和国安球迷都选择支持巴西队 巴西队的保利尼奥和奥古斯托,比利时队的维特塞尔和卡拉斯科,都是中超球迷熟悉的球星,现在他们要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了四强而交锋,毫无疑问,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球迷大多会支持巴西队,天津全线和大连一方球迷大多支持比利时队 有人喜欢梅西,所以支持阿根廷队,有人喜欢西罗,所以支持葡萄牙队 那么,有人因为喜欢保利尼奥和奥古斯托而支持巴西队,有人因为喜欢维特塞尔和卡拉斯科而支持比利时队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话说当年北京国安的钢波斯入选了参加世界杯的巴拉圭队,当时有很多球迷都特别留心巴拉圭队的比赛,毕竟,钢波斯是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名球员 其实,支持巴西队也好,支持比利时队也罢,球迷心里都是把他们当国足的替代 若是国足能够进入世界杯,那么遇上巴西队或是比利时队时,不管是广州恒大和北京国安的球迷,还是天津拳剑和大连一方的球迷,还是盼望国足能够有出色发挥 所以,因为有来自中超的球员而选择某一支球队,心里的感觉有些复杂,恒大和国安的球迷,大连和全剑的球迷可能不大理解 中超其他俱乐部的球迷会支持巴西队还是支持比利时队呢? 客观地说,谁能让大家赚钱就支持谁?